好技能方面如何来编写呢 我们先把这些动画的部分关掉 这样先关了 如何在我们的人物蓝图里面 可以看到人物 我们看绝加一进到人物蓝图 来编写技能呢 首先我们做一个准备工作 就是把我们刚刚编写的动画蓝图 把它给拿出来 在哪个地方先拿出来呢 我们之前有没有学过一个叫做事件开始运行 就在这里 事件开始运行 我们之前显示出来了这个鼠标的光标 我后面再加一个东西 就是将我们动画蓝图 我们网格体 我们的网格体这一部分动画蓝图给拿出来 getElement 获取动画实例 把这个谷歌网格体的这个动画实例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把它转换成cast 转换成叫做Orient enemy BP 还记不记得这是我们之前为它取的名字 Orient的动画蓝图把它转换成这个动画蓝图 好转换完以后用一个变量把它给保存 提升为变量 给它取个名字 就叫做Orient enemy enemy BP 给它取个这样的名字 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时用它 因为只有它才会有刚刚我们见的 那一个is flying is fireflying的变量 好这个地方拿出来之后 我们再往下面 到下面找空的地方 点右键 这个记得的名字叫什么去了 Skill Skill01 好Skill01它释放什么魔法呢 就释放这一个 当你按下的那一瞬间 然后弹上的那一瞬间 我们就将这一个动画蓝图 的is fly is fireflying 把它设为帧 设为帧 看一下我们现在不着急往后面写 我们来看一下 设为帧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按一下一键 可以看到它就会不断的 因为那个只变成真的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不断的往前进伸手 伸完手之后 实际上还有什么 释放我们刚刚那个例子 释放刚刚我们那个例子 怎么来释放 这里看一下叫做spin attach 找到哪个生成系统已附加 注意上面是niagra 如果是例子系统是老的 我们刚刚是用了niagra做的 这个例子系统 所以生成系统已附加 好 附加在我们的人身上 对不对 附加在我们的网格体身上 拖出来一个网格体 连接到了attached component 好 这个地方有个attached point name 就是这个谷格网格体 它的名字 我们呢 进到谷格看一下 进到这个谷格看一下 我想附加在它的右手上 附加在它的右手 右手叫它的名字呢 我们找一找hand 就是handL L是左手 handL 好 我们找到这个handRight 在这里handRight 我们想附加在它的这一个右手上 所以呢 只需要把这个名字 输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做hand 下滑线 它就会附加在这个上面 但是 我们这样 之后呢 再什么 再将它变成 否 变成否 否就什么了 它就不再有一个动画 不过这个时候就会有个问题 好 我们先看一看 问题是在哪里呢 当我们触发 按下1的时候 按下1 没有反应 看看找一下原因 哦 忘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还没有 选择我们刚刚 这一个 我们刚刚做的那个例子系统 然后呢 另外写 把这个Auto Destroy 自动销毁 也把它给它打开 好 我们再试一次 可以看到 现在那个动画没有出来了 是因为 这一条执行得非常非常快 开启这个动画 释放这个例子 然后马上就什么 就停止了 这个过程 因为计算机 速度非常快 一瞬间就没了 所以我们需要干个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延迟 对不对 延迟大概0.8秒 试一下 这个时间可能不一定正确 0.8秒之后 再释放动画 然后再将动画关闭 这时候再试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释放例子 有一点点延迟 有一点点 我们进到这个门里面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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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延迟有点长 所以我们把它换成0.6秒 试一下 0.6秒 然后按下1 按下1 速度 差不多 这个速度 感觉是对的 好 这样子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音效 加一个音效 释放完这一个之后 再加一个音效 play sound 再找一个声音 看看哪个声音比较合适 前面肯定都不太合适 暂时用这个吧 暂时我们先用这个 测试一下 好 就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这个释放萤火虫 释放萤火虫的一个这个技能 好